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他们减轻一些痛苦 还有恐惧 谢谢 这个方法佛教里面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这些方法它能不能接受 那是一个问题了 比如说西方的一些临终关怀 他们现在也开始用一些密法里面的一些临终关怀的一些方法 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密法里面 这方面的这个方法确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但是比如说家人 他就是一辈子就是一个无神论 就是一个唯物论知的话 那么在这个生死关头这样子的时候 他能不能改变主意去接受这些东西 如果是能够接受的话 那就是比如说消除他的恐惧 还有就是他用正常的心态去面对 这方法是很多很多了 但是有些比如说 在西方的一些临终关怀的这个机构里面 有一些老人也是这样子 比如说他不接受任何的 比如说宗教方面的这些全岛 衣食有这样子非常顽固的 也有这样子的人 那如果是这种人的话 他自己不接受的话 可能是这个方法的小国 就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但是比如说不管怎么样 人走的时候 唯一一个就是能够帮助到 他的就是灵魂方面的一些方法 这个时候比如说科学哲学 以及我们很多很多世俗的东西 确实是特别显得特别的苍白无力 绑不上忙 确实是绑不上忙 这个时候他唯一能够帮得上的是 心灵方面的一些东西 那么心灵方面的一些输导 最好的是就是讲的最透彻的 这个好和坏说不清楚 但是可以说是这个讲的最透彻的 应该是这个佛教 佛教里面的 佛教里面尤其是秘法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给他讲一讲 就根据他的成熟的能力 讲一讲 然后呢 就是给他制造一个比较 气氛比较好一点的 这个比如说环境 就是稍微比较相和一点 不管他相信不相信都没问题的 比如说给他放一些这个佛的 比如说念佛机 佛教的音乐 还有就像大悲周这样子 非常非常有加持的这个佛的这个周遇 那这些呢 对他是会有一些还松啊 这样放松的这个作用 会有的 可能这个时候呢 对他也帮有一些帮助 比如说消除一些恐惧 这个应该是有的 尽量的给他就创造一些 这样子的环境和气氛 是比较重要了 但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他这些方法他不接受的话 因为这些方法呢 是我们是没有办法替他做 一定要是他自己要做的事情 而且这些都是他走了以后要做的事情 那么他就从源头上他拒绝了以后呢 这些方法他自己不愿意做的话 那是那就没有太大的办法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个问题呢 就是还没有向导这个 比如说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 总是有一些有一些办法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取决这个临终者 他自己的态度 这个是最关键了 最关键 如果他的态度稍微有一点点 接受 那就方法就磕磕磕磕了 如果他排斥的话 他排斥了 他拒绝了以后呢 没有任何办法去帮助他 对 比如说在 比如说一个患者 他要这个治病 那么医生给他的这个厨房 他要接手 他把这个药要吞下去 他要接手给他的治疗 对 配合 如果他不配合的话 那就这个可能是治疗 也就没办法了 他比如说医生给他开了很多药 他不吃 那就没办法 就是跟这个一个倒立 优优独播剧场